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块肥而不腻 吃起来还有丰富的胶质感 新竹坚实乡独臂轻浓 靠着坚定的意志种出好吃的水蜜桃 阿里山绝美秘境蓝色部落 热情的邹族摇摆烤风味餐不容错过 有阿里山最后一个部落支撑的蓝色部落 湛蓝的天空围绕仙境般的云海 一开窗就可以看到翠绿的山峰 美景让很多人相当陶醉 而美食更是让人不可抗拒 邹族世代传承的摇摆烤 原味又丰盛 用当地食材做成的风味料理更是热情满分 而赵翠莲是从苗栗的赛夏族嫁来的媳妇 落脚在这里开民宿 和当地的伙伴共同努力开发部落观光 即使远的要命也是旅客想要一来再来的台湾秘境 每一个客人来 他们第一句话一定是说好眼 你们这边有够眼 真的是拜疫情之刺 让很多外面的朋友可以认识到 我们台湾还有这个这么遥远的地方 远的要命 从台北要开上五六个小时的车程 直达阿里山最后一个部落 林家部落 这里又叫做蓝色部落 因为天特别蓝 星空特别美 每到萤火虫季节 更有天上星河 地上银河的绝色美景 美味的摇摆烤 精致又丰盛的风味料理 你会觉得这里超级远 但是超级有意思 周族的长老为入山的游客祈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这块贡礼之石是守护族人的前哨站 传说在三百公尺之下 有一个巨岩为守护神的住处 入山时要供出一些小米酒或食物 才能拿到进部落的入场卷 开始先呼唤我们这边的守护神 跟山神也讲了 我们有你们到来 希望你们带着平安到部落 简单的祈福 庄严而慎重 带着一颗成心和大自然的山神打交道 到部落住一晚 好像开始有点那么不一样 在二楼阳台看得到展览的天空 闻得到山风的气息 宁静的部落里每天早上都会被咖啡香叫醒 在午餐时刻则会被对面的烤肉香吸 烤肉的食材有香芋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里加部落这边 现在进西 所以我就不会用这边的苦花去做 鸡肉是我们自己养的 这个绝对不是山猪 因为这个后面有那个合格的印章 因为为什么我必须得跟客人讲这个 是因为山猪如果真的这样烤的话 会很不好吃 它太硬了 部落的青年庄少爷 本来跟着舅舅在台北当戏剧灯光助理 两年前回来接手妈妈的店 是村子里少数几间和民宿合作的餐厅 因为地处深山 不管是烤肉的食材 或其他像是南瓜 高丽菜 大碗豆等蔬菜都是自己种的 烤法也十分传统 摇摆烤 摇摆烤 对啊 因为好像你把它摇去吗 对 如果说火太大也没有 你就这样子 这样子摇 要看火猴啦 实际的时间其实我算不出来 像这个木头也都是 我跟我爸爸去山上去那种背下来的 其实以前的吃的都是 就都从火烤开始 对 没有别的那个就是火烤 然后后面才慢慢出现 别的料理方式这样 深山里的孩子什么都是就地取材 炭火 木头 肉类参加了乐观的烹调 如同慢慢熟成的美食 翻东时让人露出了笑容 像我在烤猪肉都是 烤就是比较厚切的猪肉 这样吃起来比较嫩 这个颜色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同食材所需要烤熟的时间也不同 在装绍与有黑粗矿的外表之下 留着的是对食材的细心和耐心 全因为他不想砸了妈妈的招牌 他会的都交给我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自己去 往我自己的风格跟想法 再去做改变跟创新这样 香喷喷的烤肉出炉肉 猪肉 鸡肉 香鱼铺在大大的叶子上 展现原住民的豪气 皮酥肉Q弹的猪肉 一点都不输山猪肉的嚼劲香 黄尘多汁的鸡肉烤得刚刚好 光是这一大盘就让人大吃过瘾 庄绍与却还有私房手艺还没上桌 他说来他这里不吃到饱 吃到秤怎么可以 我是比较是以中式的方式 就是快炒 因为我们的东西就是 我希望就是盐巴就好了 比较扁的东西快炒的方式 最好呈现我们高汤蔬菜的甜品 刚好在这个季节是盛产大豌豆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端出这个菜式的甜品 部落的人也慢慢接受 外面的旅客进来这样 部落七年的返乡情怀 因为这片记忆中的山栏从未改变 热情如舟族朋友 携手为观光努力 大家我们看到我换上这身衣服 马上从一个台北人 变成了舟族姑娘 舟族的颜色很鲜艳 那我们的颜色大部分都是 就是红黑蓝白 就是像这个裙子是黑的 白色 对 白色 可是春琳姐您这一身就不是 不是舟族的对不对 我本身是赛夏族 所以我今天穿的是 这种赛夏族的服装 都是有支部计支的 就是支部计支的 所以会有这个对不对 这个纹路 所以其实在民宿里面 游客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 然后体验 这应该很受欢迎吧 对 客人都很喜欢 从苗栗赛夏族 嫁来阿里山州族的赵翠莲和当地妇女 共同成立工艺坊 也就是民宿的前身 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在平地没玩过的 那这咖啡豆它带壳 所以我们要把它脱壳 变成生动 我们才能烘豆 就甩个二十 大概二三十下 这样子用力甩 这样子 OK 声音已经有点沉了 再两三下吧 对 好 把咖啡豆用手劲狠狠地甩着 力气不大还不行呢 豆子在经过抛打后 会合壳分离 朝翠莲让游客体验的 都是最随性 最融入生活 他笑说是不插电的方式 像你今天想喝 浅焙或是浅中 中焙的 我们就烘你想要的 这样也要换烘 喝咖啡是这十年 十几年来 十几年了 就八八风灾 我们这边很惨 道路不通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游客 所以我们就想说 没有游客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想说 有咖啡干脆我们就把 我们的水果园 全部都种咖啡 这样对吗 你比较适合扭身体 对啊 感觉好难喔 对… 我想就陆续再报了 高山的咖啡可比茶香 自己红出的兜子 特别有滋味 这里的区民致力于 重斗 轰斗 开发部落新经济 会开民宿 这是因为赵翠莲的先生 十分好客 总是爱带朋友来家里玩 房间是越盖越多 最后干脆开启民宿来了 这也是我的家 我长期住这边 为什么不让自己住得比较舒服 所以我就全部都变套房 这样弄起来 来了喜欢他们就一直会来 所以我这边有客人是从 还没有上小学 一直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的 我们应该给他感受到 我们这边虽然也 可是这边是很温馨的 一天来就觉得 哇 这边天子那么漂亮那么蓝 然后到我们的溪 看我们的溪很原味 很严实 然后很清澈 堪蓝 然后晚上住这边的时候 我们的阳台看到整个满天的星星 所以他们当下就说 我帮你们取叫蓝色部落 而美食美景 总和一脉相传的文化息息相关 我们这个屋子 它是以我们周族的传统家屋的 那个形式去建造 现在是泛至我们周族的文物 也是一个我们个人的收传式这样子 听老人家说 这一支是曾经有上过战场的一支参茅 可能有猎过敌人这样子 对 那我可以拿吗 一般人 尽量不要 真的好 对对对 还是有一些禁忌 是 在这边有些东西 还是有一点灵性的部分 这边有山猪 山枪 山枪 对 然后比较小的就是猴子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战利品 对 古老祖先的传说人在 是一种最祖灵的前程 看着这些保存完善的文物 让我们仿佛想重新认识蓝色部落 从踏进这里的第一个画面开始 就没有让我们失望 它很美 很远 却一点都没有遥不可及 因为这里的人们有热情和真诚 让人说什么都愿意 再来一次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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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